好 各位全球的家人 大家好 那今天又到了我們這個 聖歌仙樂唱開懷的節目 那今天呢 非常高興呢 我們邀請到重量級的大來賓 就是我們的徐老師鳳凰 啊 掌聲鼓勵 謝謝 徐老師呢 後學呢 上一次的 聖歌仙樂唱開懷呢 本來也是邀請徐老師 要來一起來錄這個節目 那剛好時間上 沒有辦法 一起 我們很高興今天能夠邀請到徐老師 那我們今天要來錄的聖歌呢 是這個一點點 一點點 好 那在講到這個一點點之前呢 徐老師要不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我們今天這首一點點的這個主題 一點點主題那個是在 或許如果沒有記錯 是在我們林燦二班的時候 那可能線上家人比較不了解 什麼叫蔡美班嘛 蔡美班就是讓我們有機會反省自己 然後讓我們能夠精進的班級 所以那一天那一首歌 或許覺得很不錯就是 我們常常講一點點 一點點 那一點點多一點點跟少一點點就差很多 如果每天多一點點 就像那個等一下我們PTT顯現出來說 老師說的嘛 寧願短然後不願斷 每天就進步那麼一點點 你看1.01 360天之後就變成37.8 是 但是如果是每天0.99 360天之後才0.03 那如果1.02的話也是一樣喔 差那麼一點點就再多兩點而已 你看就有1377.4 那如果是0.98的360天那就是0.0006耶 所以楊老師不覺得這一點點很重要嗎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常掛在嘴邊說 哎呦我就差那麼一點點了 如果說我們每天能夠精進一點點的話 哇 那個一年下來呢非常可觀 是 所以說這個是我們在 在我們對自己的這個增長上的加 那雖然說少了一點點 可是我們少呢 少了一點點脾氣 對 那也是不錯的 是 所以我們都能夠往正向的來去做思考 多的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靈性的增長 對 還有我們的知識的增長 那少呢 少掉我們一些脾氣 少掉一些毛病 所以這個一點點 這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周周打開心理鎖匙嘛 是 我們大家每個禮拜都在這個線上 大家家人一起相聚 所以每周都能一點點累積能量啊 所以其實各位家人 線上家人可能可以省事一下 審視一下說 看看自己是不是跟以前還沒有上周周 打開心理鎖匙的時候 有什麼不一樣 像我們身邊很多的家人說 時間到了他就會打 就是壓 點那麼下去 一點下去 對 然後就覺得哇很開心 然後看到年輕人 很多年輕人的那種帶領帶動 那一點點累積 有時候我會想到說 像我們以前也曾經這麼年輕啊 是 可是那麼一點點 每天都不覺得自己老耶 可是 現在在看這幾個以前的下面也好 就不一樣 所以一樣我們德行上的增長 也是這一點點 所以改變一點點 每天就像剛剛老師說的說 老師說 每天增長在一點點 那個靈性上的增長 去掉一點 貪生吃 也就是我們現在就要增加 就是那一點點的善行跟善心 多一點點的度化眾生的愛 就像學習做佛一點點 所以是不是我們現在就來欣賞 那麼一點點這一首歌 先讓我帶給我們裡面的內容 好 請大家先來欣賞 那在中午時間 我們大家就先來聆聽這一首一點點 and 善意是一点点光细 起开高颂的心墙 不忍再厄再继续 千方随崎岖 望无敌的子民 同样怀着菩萨心 我同样的体恤 一点点善意 是一点点光细 起开高颂的心墙 不忍再厄再继续 千方随崎岖 望无敌的子民 同样怀着菩萨心 我同样的体恤 这世间需要一点点勇气 解救苦脱的心不能适应 找回生命的主人 作我自己 人生苦了长不惊 为你知情心灵 照样依旧美丽 我心依然清醒 要把爱失语的 更实情 这世间需要一点点勇气 解救苦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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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适应 找回生命的主人 作我自己 人生苦了长不惊 为你知情心灵 照样依旧美丽 佛心依然清醒 要把爱失语的 更实情 一点点声音 解开一切数据 内心的战场 就由真理来平行 一点点寂寂 发现新的知己 掌握了目标 跟真天人生意义 一点点声音 解开一切数据 内心的战场 就由真理来平行 一点点寂寂 发现新的知己 掌握了目标 跟真天人生意义 一点点相信 何妨千里 万里佛曾经说过 优秀的人 可以走得很安心 一点点坚定 乌云飘尽日临 大家一条心 有我的地方 就有到的时机 大家一条心 好的 那我们刚刚听完了圣歌一点点呢 相信大家在这个优美的旋律当中 还有呢我们的师尊 我们的活师尊 在这圣讯当中给我们呢 其实 大家如果能够静下来听的话 你会觉得呢 在这圣歌当中会收到很大的一个启发 然后呢我们就从这个圣讯当中 我们来看到 在这个 我们的古圣 我们的老子啊 他在《道德经》里面 就有谈到这一段 他说 荷豹之木生于豪末 九层之台 起于雷土 千里之行 始于直下 这个足下 这表示说 只要我们能够呢 从开始 从你今天 开始来做改变 你看那个荷豹之木呢 是从哪里开始呢 一个小树苗开始的 那九层吃台呢 这个高台怎么样建筑起来 也是要从第一层开始 第一层的土嘛 对 然后呢 我们要行千里路 万里路 也是要从你跨出的那第一步 所以相信各位家人 我们能够呢 能够每一个礼拜 能够发出 这个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从 一个礼拜 一天 这样子 一步一步 慢慢的去累积 然后我们朝着我们的成功的目标 再迈进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家人 很多人 在线上里面有很热烈的回响 所以他们经过这样子的 每周周打开心理所持 对他的生活 不一样的 有的人他可能没办法坐在前面 可是他在车上的时候就改变了 他手这样一直 在边开车边聆听我们这个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歌词 我觉得歌词 先佛也做得很好 他说一点点的善意是一点点的光息 就是说我们一点点善意就一点光息 其实我们听过 很 就是歌词里面讲说 一点点的善意是一点点光息 就在歌词里面跟我们讲说 其实当我们人跟人之间有一点点善意回响的时候 就像我们一个微笑的时候 就会当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的光芒 对不对 然后起开高耸的心墙 就是说 人跟人之间一个微笑就可以打开 我们 在我们心灵上 跟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所以杨老师我们觉得说 其实如果说我们今天心情有欲准 如果出去外面看到别人 给我们一个微笑 那可是我们得到 这个善意就非常的多 不忍灾恶再继续前方吹起去 就是说我们现代的人 我们都认为说这外在的 所以在这次疫情当中有三年多了 快要三年了 然后我们 不忍灾恶再继续 其实我们 觉得在这次灾恶当中 这是有形的 但是同样的 非常多的人知道这有形的灾恶就是来自于这些 无形的 我们人内在的那些 贪嗔痴爱所造成的 我们不想再这样子下去之后 我们看到 很多人 我们就诞生了 你看 不忍心说我们 人跟人之间虽然有这隔阂 可是 仙博就很慈悲的跟我们讲说 很多人不愿意 在这灾恶再继续下去的时候 所以你看我们诞生了 周周打开心灵所思 让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更接近 跟佛更接近 其实以前杨老师 我们知道我们要上课 都必须要来 基金会 对 可是 这次灾恶之后 让我们发现到一件事 我们就可以在家里就可以聆听 仙博的声音 是 甚至我们在很多周周打开心灵所思 在美加地区 发现到 仙博的慈爱 就到我们的身边 这是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前方的崎岖 觉得现在的灾恶好像前方很多的 崎岖 让我们路很难走 那我们方五的子民 可是我们 觉得好像前方没有路了 可是后学觉得 反正这几年当中 我不知道杨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们过得更踏实 对 而且更忙碌 其实因着这个疫情的关系 让我们其实本来我们的电视红把 没有这么快能够进行的 然后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让我们呢 因为这一次的疫情 让我们有所改变 是 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在 遥远的远处都能够利用 网路 那么的方便 让我们可以怎么样 非常的 非常的快速 非常的方便 而且以我们的建筑来讲 我们现在的 上课的 教室来讲 一次没有办法容纳五千多个人 没错 可是我们周周打开心理所时 现在已经突破五千人大关了 是的 即将迈入六千七千甚至一万 没错 而且不只是有形的 这五千个人 无形当中更是人天百万 是啊 真的是我们同样怀着菩萨心场的这些人 包括我们整个团队 或是包括说现在各 各 世界上的很多人 他们都一样知道说现在灾结 所以那个菩萨心场反而展现出来了 是啊 所以你看我同样的体恤 这世间需要怎样一点点的勇气 所以或许就很喜欢我们这个周周打开心理所时的团队 这些年轻人 其实以前要担刚这些工作不容易 所以我刚刚有问了杨老师的年纪 所以就觉得真的需要一点点勇气 承担不容易 又要面对 电视红阀 尤其在我们录制节目这些人 大家都是因为慈悲的爱 才可以把时间拨出来 然后开始 从不会到会 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也是在这次疫情当中 需要那个勇气 因为为了要让 大家能够沾到天恩施德的家庭 所以大家要学习电脑 学习论 甚至学习很多很多的网路资讯 所以这种需要有勇气 那解惑困惑的心不能够再迟疑了 其实我们知道刚后学有分享 现在灾难是来自于有形 是 其实我们内在的这些无形的灾难 才是更严重的 更严重 我们心里的欺负 对 所以在经过隔离之后才发现到自己的内在 是没有办法跟别人相处的 所以有一个笑话说在 某些国家 在隔离之后 离婚率更高 为什么 因为他内心的灾难 才是真正的大灾难 那种恐慌 对 所以解作困惑的心 我们不能够再辞意 尤其 在座的 现场的家人 能够参加 周周打开心灵所思 透过我们心所跟先佛跟上天气可 那时候我们就要自己知道了 我们要再去告诉第二个人 甚至跟着全家人一起来聆听 让我们那个疑惑的心能够打开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找回生命的主人 做我自己 人生苦乐 长不尽 唯一 只心倾疲 其实 我们来到人世间 要找回我们自己简不简单 非常不简 人很容易迷失在 开我们自己的当下 所以说呢 其实我们今天开的智慧呢 我们的民师 跟我们指引了一条路 让我们的真主人 给找出来了 对 那 自己人要找到真主人 其实不容易 其实人很容易 就像我们刚刚在 还没有录影的时候 在闲聊说 是不是有能够做自己 是 其实不太容易 不容易 我们要为了别人 开始去 扮演了很多的角色 然后有时候忘记自己是 真正的自己是什么 对 所以有一次我记得 仙佛慈悲的时候 在跟我讲说 我们要认真的过生活 是 这个认真 我们大家都会讲 但是真正的自己 其实我们真的找不到 但是当我们 已经 现在 我不知道现在的家人 是不是都已经开智慧 找到 得到名思一指点 其实知道名思一指点 就知道真我在哪里 对 那这个真我呢 才是不会有人心 血心 假我之类的 所以真的做我自己的时候是 我们在这个大篮缸里面 再沉不懒沉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有时候我觉得 霍雪觉得 就是说在 环境的变前 就会把自己迷失掉 所以她说 人生苦乐藏不尽 其实在杨老师 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生真的是 苦乐 是 苦多余乐 苦多余乐 真的吗 是 所以才会讲人生不容易之事 十长八九 但是我们要长怀一二 但是长怀一二 就会让我们人生快乐 可是并不容易 对不对 真的不容易 我们一讲 就会讲我们自己不快乐的事情 就会把自己的缺点找出来 这就是 我们迷失掉的自己 对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唯一 子心 庆平 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很不容易 得到六万年来 这自古不争传 不清传的 自古的真理大道 其实在座的现场家 你可能不知道 为什么要电射红发 为什么要桌桌打开新锁 因为这是上天给我们的慈悲 是 为什么慈悲 很多人都以为说 我好像又在听你的讲课 可是其实大家可能有的 周周打开新锁的人 已经从第一集听到 现在了 八 那我们就要了解到怎样 其实这是 上天对我们的慈悲 没错 因为如果没有佛缘跟基主的 其实各位 能够得闻这个真道 是不容易的 所以当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在听 周周打开新锁的时候 才会知道说 他的宝贵在哪个地方 对 而不是只把它当作是一个电视节目 我每天来 每周周的 就是这个时间来听 只是让我心灵快乐 不一样 这是打开我们回天之路了 回天之路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 这个 地府错丁天榜括号 就是我们的名字已经不在地府上了 所以唯师 唯一的指心 姓彼 这是很重要的 明时一指找到自信佛 自信佛才是真正的自我 所以万法由心生 一一贯之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的 所以刚刚我们有一个 就是说你看 遭阳依旧 美丽 是不是 是 佛性依然清晰 佛性依然清晰 要把爱施语得更实际 要把爱施语得更实际 对 电脑好会自己跳 遭阳 就是说我们用这个死心 遭阳依旧美丽 所以我们觉得 夕阳 夕阳 不见 夕阳出来遭阳不见 其实没有 其实我们从上天 来到这个人世间 说我们这佛性 是一样在的 是 尤其是我们这时候 看似 前途一片灰暗 可是其实 以我们修行者 或是跟佛有 缘分的人都了解到 反而这事 危机就是一种 等待下一个黎明的开始 对 没有错 非常不简单 对 所以佛性 一定要很清晰 像在座各位 刚刚 梁老师就 有时下跟后学讲 其实能够 周周打开心所的人 就是表示说 你累世跟博士有 非常有缘分 非常有缘分 不然这么多人 这时候有这么多的频道 对 你怎么会利用这个时间 来听 周周打开心所 所以我们博信既然清晰的 要把 怎么样 爱思雨的更实际 要让每个人能够更明白 让我们能够去打开 我们自己的心所 我觉得 能够把爱思雨的更实际 后学 以前知道说人要爱 但现在的爱是从 孙子的诞生之后才发现到 什么叫爱思雨的更实际就是 你不求回报 对 有时候我们对于先生 另外一半的爱是会 求回报的 对 我希望我对你好你就对我好 可是对孙子是不会的 所以从后学从孙子那边 感受到什么叫真爱 就是 其实我们不会希望孙子 对我们回报 孩子还会希望说 他以后成冗成奉 但对孙子的爱是不会的 这就让后学感受到佛对我们的爱 也是如此 他不求回报 我们好像是很顽固 没有错 但是上天 依然没有放弃我们 对 没有错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爱思雨的更实际的时候 就是要像那种 天理下那些 救灾救难的那些人 你看他们第一时间我们去爬山 下雨天去爬山 结果我们掉下了三下 那些救人员 一样会去救我们 就是这样的感觉 那后宇想到的是我们的上天 在这样对 思雨我们的爱就是这样子 所以用把道带回到家里 爱我们的家人 这很重要的 所以后宇觉得 不妨 我们可以 把信所当作是全家人共同的 对 一起共同的 成长 一起共同的一个目标 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是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叫做修身齐家 大家怎样 治国平天下 所以我们把自己的身做好了 带给我们家里的人 然后再带给这个国家了 这个天下就太平了 所以我们常常知道说 现在的灾结是从哪来 就是从 我们的心 心然后影响的外在 对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灾难 所以会觉得这一点点很重要 一点点开始愿意改变 就像各位现在愿意跟家里人 和平共处 跟我们的内在 自我 跟家里人相处之后 就能达到修身齐家 然后呢 治国平天下 就是我觉得就是上天 希望我们这一点点 所以一点点的声音 解开一切的什么 数据 对 内心的战场 就是说解开一切的数据 就 我不知道杨老师到这个基金会多久 后期就觉得说 从后雨进来到现在有 差不多快 30多年 很恐怖 一讲到30多年很恐怖 就是说从年轻的时候就进来了 然后解开一切的数据 就是说其实我们觉得学佛好像有拘束 可是反而学佛之后才发现到 他更自在 更泰然 因为知道说 那些有形有向的 反而是拘束了我们 没有错 所以其实如果说真的没有认真研究的人 会以为说学佛好像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 可是如果真正学佛 了解之后才发现到 先佛的声音之后会带给我们 无所不能 那才是更宽广的 所以那些拘束就 就不存在了 人其实很容易落入在我们自己的迷思当中 就被控制在这里 而且 落入这种无限的循环 那为什么要打开新锁呢 把你的新门打开了之后 你才有办法跳脱的出来 才有办法去接受外面 外在给我们的这些阳光 对 比方说饮食就是这样子 我们以前没有进入基金位 就觉得说一定要人吃的好 穿的好 那反而是这种拘束 我今天没有穿这样 没有吃这样 我心里就不开心 可是进入了新锁打开之后 就发现到 现在有一杯水 有一个衣服穿 我就很感恩了 因为有人比我们更没有 所以那反而是没有拘束的 所以内心的战场 就由真理来平行 所以我们以前会比较 会计较 现在内心的战场不会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了解真理所在 所以我想参加新锁的 所有的全球家人 如果你能够真正去研究 这个新锁这么简单 而平易近人的道理 所以你就会知道 新锁上完之后 你的心是平静的 就不会计较跟比较 那样子的 面对环宇间的事情的时候 反而是没有拘束的 而且容易知足 知足的人最快乐 所以我不知道这些 线上的家人 上了新锁之后 是不是有参加我们各地 参加的进阶班 因为各位知道我们参加新锁之后 然后再去参加各地的进阶班 也是周周的 那等于说进阶班一个 一天 一个晚上 才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就是一种补充营养 因为周周打开新锁是一整天嘛 然后再经过这 一个晚上 两个小时的心灵补充 就好像营养剂一样 那我们登天梯 就是我们 能够回到我们灵性的顾家乡 就更接近了 然后就不会 有所 忘记了这一整天的那个新锁 其实上新锁班就像在登天梯一样 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对我们只要持续的一步一步的爬 就不会怎么样 就不会掉下来 就不会有危险 不用一次就爬到顶端 不用一次就爬到顶端 都有力量 因为我如果一次冲了白米 没有办法 但是我一天就一点点 所以我想是我们今天介绍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用你来解开内心的贪生吃你 所以后雪就发现到 我们进到这边后雪周遭很多人参加新锁的家人 他说他就觉得现在 不需要去羡慕别人 然后他每天之后看到生气的事情越来越少 对 然后这样就进步了 他的家人都看到他改变了 是啊 看到其实我们的心灵就会变得更富足 更富有 对 所以说 其实人的心能够改变的话 他所接受的就不一样 而且人家讲相由 心生 对 您看了 一段时间之后 其实旁边的很像 后雪的 给朋友 他们参与来看 有一段时间之后 其实他朋友周遭的人 都会看到他的改变 他看到 什么讲 就说法相庄严 对 他说有一天看到他太太的时候 就说 奇怪我太太好像最近没有发 没有生气了 而且好像去菜市场 比较不会买多的东西 就像后雪今天要录影的时候 就 早上的时候 我有先到菜市场去逛一圈 因为想说今天要录影 就让自己空下来 发现到很多东西 就不会再 执着贪爱 就发现到那些是多的 那这是有型的 那无型的呢 我们就发现到说有很多的 那种用不到的 心理上的挂爱 就不会 那么多 所以 用真理来解开我们的贪嗔 痴慢疑 也是我们不好的见解 看到就是 美好的 所以这是后雪觉得 很不错的那一点点 所以一点点积极发现新的自己 就是说积极的去跟别人分享 对 对不对 对 就是说积极的我一点积极发现新的自己 原来我也可以这样做 是 然后积极的改变 对 改变非常的重要 让自己能够朝着这个更光明的方向在走 然后能够掌握到我们人生的目标 其实人很容易茫然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 时事之下 我们所影响的 周遭给我们的影响太多了 让我们迷失了我们应该本来要走的方向 因为 我们所规划的 都被 打断了 是 所以要重新找到我们那个 方向的目标 我觉得人是很重要的 人生如果以终为始 什么叫以终为始 就是了解 其实我们每天都多活一天 很开心 可以做非常多事 但是我们终点站 其实人世间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我们要规划是 知道终点在哪里 这个开始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很明白 这些宇宙之间的 一切都是借用的 假如意 其他从不成属于我们 所以我们就不会去执着贪按 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生意义在哪里 所以刚刚或许就问了我们这个露营的 帮我们录影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说 他知道他人生的目标就是要用电视红髮 就透过这媒体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 就可以知道我们 规划我们人生目标就是这样子 希望带给世人多一点点的怀念 多一点点的意义 让我们人生更加的意义 所以就不一样 所以跨出脚步才会苟日新 日日新 幼日新 没错 所以人生就如航海中的船只一样 如果你不知道 终点站在哪里 对 不是要航到何方去了 随波逐流 当我快乐的时候就觉得说 人生就是以我独尊 当我不快乐的时候就觉得 人生好像就是 到了终点站 其实没有这样子 所以范仲淹 老师知道范仲淹的故事吗 我知道 其实他小时候呢 他就是一个 非常有目标有方向的人 他有一次呢 他去一个 算命先生那里 中国人最喜欢算命 对很喜欢算命 对然后呢 那个算命先生就问他说 小朋友你来做什么 他说我要找你算命 他说我将来可不可以当宰相 这个 这个志向非常大 对 那算命先生说 哇 你这个小孩子 以后要当宰相 这条路还这么远 你现在就立下要当宰相的这个 他说 如果不当宰相的话 那我再问一下 我以后 可不可以当一个好的医生 为什么这个范仲淹很奇怪 都喜欢当这个 不一样的 要当宰相要当医生呢 对 他说呢 只有良相跟良医 才能够救 天下的百姓 真的不简单 所以他立这个志向有多重要 是 所以他就是因为他小时候 立了这个 这么伟大的这个目标 立相 这个就是为了要救 拯救天下的人 这个苍生 所以他 也是朝了这个目标迈进 最终真的 他就成了 宋朝一个 非常有名的宰相 也 这个留下了非常有名的这个 这个金句啊 叫什么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而立命 为往胜即结学 为万事开太平 所以立志 非常重要 就朝着他的人生目标 所以后学就希望说 我们全球的家人 在今天的一点点当中 要去想说 你的人生目标 要定在哪个地方 对 我们用心在哪里呢 就能够成就多少 当然一开始我先一点点立志 周周打开心所 然后我周周可能参加一个进阶班 而且现在进阶班不错 有的可以就近参加 有的可以 线上参加 线上就可以上课 所以用心在哪里 就会成就在哪里 没错 所以先佛也跟我们说 一点点的相信 一点点的坚定 所以我们人最怕的就是 坚定跟相信 一点点相信合访千里万里 就是我相信我可以做到 所以刚刚分享的观众研就觉得说 我立定志向 所以我查了这个目标 就像说我不知道 我们小时候我们写说立志要做什么 立志向 其实以前 或许立志向就希望 靠嘴巴说话 然后虽然说后来没当老师 但是 果不其然在 神秘的过程当中 你对演说方面 就会比较 有想法 所以就很想当老师 那也许不一定 你如果立志向当老师 不一定是在台上 真正的名字的老师 你如果能够在台下分享好的善知识给人家 其实别人就会称你为师 是的 所以一点点相信 何妨千里万里 佛曾经说过 有修的人可以走得更安心 什么叫做修 以前我们大家都会认为说 修可能就是要在道场上 其实修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没错 就在家 在小的地方 修掉我们不好的地方 修掉我们的贪嗔 慈爱 所以 知识老大人常常跟我们讲 行尽世间天下路 我有什么 修道不误人 那大家就会把修道认为说 这就很宗教性 其实不是 道就是一个真理 就是对的事情 所以我们人 时时刻刻就做对的事情 像我们人人 人是为天地三彩之列 对 但是我们人现在好像做的 有一些过了 是 过了就是过头 好像 人本来是 应该我们该做的事情 该做的事情 不一定做 对 所以我们现在发现到很多人 做的不是人应该做的事情 对 好像跟禽兽差不多 那好好好 我们线上的家人 新手的家人 都不是这样的人 对 所以我们 要一点点坚定 乌云飘尽日丽 就是说 其实乌云过后之后呢 就会有 晴朗的 光明就在前面了 而且甚至有时候看到美丽的 彩虹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坚定 坚定什么 我们大家呢 来参加新手 打开我们的 智慧之门之后 我们的人生都是光明的 对 因为像后学 那当然杨老师不一样 是在 修办的家庭长大 那像后学来讲 就是 到了 22岁左右才开始接近 这个 佛的圣音 可是这就改变了后学的一生 所以我觉得 大家一条心 有我的地方就有道德思绩 所以或许希望我们周周打开心手 现在已经迈入了5000多个人 五千 过了五千大观 然后我们要再迈向一个新济源 如果五千个人再找一个人 对 是不是就一万个人 那一万个人再找一个人 就两万个人 是 所以 这样子每个人都是做有道的事情 那么就有道的事迹 所以信为道德什么 功德母 长远一切诸善更 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修的这条路 走的这条路 能够智慧之门打开 就是让我们人生光明面 而且是回天之路 要相信这个缘分 要相信佛远根基主的 要相信这六万年来我们这个累世的根基 没错 所以说 或许说希望我们周周打开心手的家人 虽然是在现场 但是要相信这个一点点的累积 我们这一点点的善根 然后天下令缘之以道 我们知道这个善念都发出来了 世界上就有所谓的 我们在讲的正能量 白话我们讲的正能量 那也就是说这个正能量就是跟上天 诸佛 相通的这个缘分 对象契合了 所以我们可以 源自以道 靠什么 真理 我们每个人都做真理的事情 这些灾难就 会过去了 所以杨老师有没有觉得说 我们台湾每次有大灾结的时候 我们都会安然的度过 对 因为我们台湾是一块宝岛 对 而且台湾人非常有善心 对 彼此那种善意 对 善意能够去影响周遭的人 叫做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所以就团结力量大 所以我们现在相信今天能够在上这一次新手的家人 我们大家手牵着手 手把手 甚至把这么好的真理传播给大家 全部的家人 只要影响家人一个人就好了 没有请我们去找别人 只是我们家里的人 可能是我们另外一半 也可能是我们的公公婆婆 可能爸爸妈妈 对 或者是我们的 小朋友家人 一起听 所以我们讲一个人可以走得快 因为我们没有 没有什么样的牵绊 所以可以走得很快 但是快的时候 发现到一群人可以怎样 走得很远 我们现在是一群人一起走 所以后雪希望我们 一群人 走得远又长的话 所以我们要手把手 就像说后雪跟杨老师就是从 小 所以我们年纪有所差别 但是我们就是认识也 30多年 30几年了 等于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 对 没错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团队 是 我们那一届的讲师到现在 对 我们都 默契很好 非常 虽然不沉在一起 但是有事的时候 我们就会 心手相眠 对 最后我们讲的道亲 是以道为亲 对 所以就是一点点的累积 对 你看我们 累积了日子一年 30多年 快要迈向40年 这是很恐怖的 后雪的儿子都30几岁了 是 所以我们认识那快40年 那累积起来的道琴 就是最亲的道琴 对 那后雨相信我们新所的家人 如果透过了我们这一次的 新所 大家能够在 疫情解封后 我们就能够 面对面的 见面 然后成为一辈子的朋友 就会像后雨跟 很好时一样 所以后雨希望我们在这一点点的坚定 一点点的相信 跟一点点的坚持 那所以我们 今天这首歌呢 要带给我们就是 每天累积一点点 周周打开心理所思 是 然后呢 周周上进阶班 都一点点的累积 把我们这缘分累积成为 一辈子的福分 那等六万年来 我们的 东西都 每天消失一点点 就是 不好的消失一点点 停气毛病 好得真一点点 对 所以我们等于 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听这首 一点点 再听一次之后 希望大家更有感觉 然后让这一点点 散行 一点点的散行 注入我们心 对 那今天谢谢杨老师的邀请 感谢徐老师 那我们谢谢群口家人 是 谢谢感恩 再听一次 一点点这一首 善歌 感恩大家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点点光系 切开高松的心脏 不忍再厄再继续 前方随崎岖 忘无敌的自明 同样怀着菩萨心 我同样的体恤 一点点善意 是一点点光系 起开高松的心脏 起开高松的心脏 不忍再厄再继续 前方随崎岖 黄无敌的自明 同样怀着菩萨心 我同样的体恤 这世间需要一点点勇气 解救苦脱的心 不能适宜 找回生命的主人 做我自己 人生苦了长不惧 为你知情心意 照样依旧美丽 我心依然清晰 要把爱失与得更实际 这世间需要一点点勇气 解救苦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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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适宜 找回生命的主人 做我自己 人生苦了长不惧 为你知情心意 照样依旧美丽 或是依然清晰 要把爱失与得更实际 一点点声音 解开一切数据 耐心的战场 就由真理来平息 一点点寂寂 发现新的自己 掌握了目标 跟着天人生意义 一点点 声音 解开一切数据 耐心的战场 就由真理来平息 一点点 寂寂 发现新的自己 掌握了目标 跟着天人生意义 一点点 相信 何妨千里 万里佛曾经说过 优秀的人 可以走得很安心 一点点 坚定 乌云飘尽日明 大家一条心 有我的地方 就有到的时机 大家一条心 有我的地方 就有到的时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